因為剛剛那個魏導人提到說 關於四十歲的選擇這樣子 那我們一定會很好奇 就是說四十歲的時候 你是壓很大的債 就是借很多錢去派海角七號 這是你所謂的賭注嗎? 賭注不是借錢 就是說借錢跟賭注是兩件事情 賭注是怎麼說呢? 借錢是個過程 是要完成這個東西的過程 但是賭注是你要賭哪一個東西 你那個時候有什麼東西 你不能瞎賭一通啊 你要把你人生賭在一個 你覺得會贏的事情 你要計算那個輸贏的機率 你不能說一算就是覺得說怎麼說 我當然是第一個前提是 我認為海角七號這個作品 你拍出來一定會是受歡迎的 只要我好好的把它拍好 它會受歡迎 因為它有很多的元素 是可以煽動觀眾的 是很容易帶動觀眾的看電影的氣氛的 所以我有把握只要把它拍好 觀眾會接受 接下來是你要怎麼去製作完成它 第一個劇本的過程 跟它整個故事的完成是我有把握的 我只要把它做好 我就有把握它是一個好作品 然後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必須要先冒險 要先下賭注的資金進來 去完成它 完成完以後 你接下來也不能說到這邊就結束 因為那個風險還在 我所謂的風險是作品的風險沒有了 就是這是一個好作品 這是一個會被觀眾喜歡的作品 可是環境並不是一個好環境 你要用什麼方式讓大家知道說 這是一個你看了會喜歡的作品 要用什麼方式告訴觀眾說 特別是在大家都不看台灣電影的那個環境下 你怎麼用什麼方式去讓大家走進戲院裡面 我那時候有一個把握是 我只要讓你走進戲院 我就有辦法讓你喜歡它 但是問題是我怎麼讓你走進戲院 告知 我告知你有這部電影 跟讓你走進電影院 哇那是天堂跟地獄的距離 那很遠 怎麼讓你走進來 那個東西當時就用了很多的計算跟思考去策略 去想說用什麼方式可以把觀眾帶進來 就我印象當中 就是說你後來拍賽德哥巴爾的精神 其實是大家看到可能是背後一個很大的理念跟精神 跟導演講的就是說一個非常緊密的計算 一個商業電影的過程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 就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先想從這部分的東西開始談起 就是說這東西大家跟大家實踐夢想的能力很有關係這樣 就是導演到底是在《海角七號》裡面看到哪些元素 你覺得他一定可以吸引觀眾 那接著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你剛剛說過說讓觀眾走進那個電影院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您當時又做了哪些事情 讓這兩件事情一起發生這樣 我必須要先說明一件事情 是說當我們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商業企圖的 你知道嗎 做一個作品是沒有商業企圖的 但是作品完成以後 你確認它是一個好作品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應該說我在拍片是把它當作品在創作 可是我在行銷的時候是把它當商品在行銷 你知道嗎 藝術跟商業的距離並不是作品本身 而是時間 時間 時間點 前面這個階段你要思考的是 怎麼完成它會是一個好作品 後面你要思考的是你怎麼 怎麼讓 怎麼用什麼方法可以讓觀眾走進戲院裡面來 應該是這兩種 這兩種分別 所以當時海角其他我只是覺得說 對一開始是有做判斷 不過那個判斷是因為作品完 那個劇本完成以後才做的判斷說 這個東西觀眾會喜歡 而且是很容易在最短的時間內去 去煽動觀眾的那個情緒 而不是一開始的計算 是劇本寫寫寫寫寫到最後以後 才發現 這是一個會煽動觀眾的好作品 所以在拍的過程裡面是沒有去想到這個 只是覺得說 我覺得我會笑 觀眾應該也會笑 我覺得我會哭 觀眾也會哭 至少 跟我有同樣感覺的觀眾 他會跟著 跟著我們的電影哭笑隨性的這樣子 在走這樣子 那時候只是在作品的時候思考的是 觀眾怎麼看 觀眾會不會感動 觀眾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 有沒有 有沒有哪個點有沒有碰到 會不會感動的觀眾 所以 最近有一部電影是講那個誰 戲劇考課的那個傳記的那個電影 我是上次在飛機看 裡面有一幕我覺得跟我們 我們剛拍完一部片的那個心情真的很像 就是我們一直都 就是他有沒有躲在那個戲院外面那個門縫 看觀眾的反應 這個點 要嚇一跳了 他就嚇一跳 這個點要幹嘛 就是完全都在他的掌握中 然後 有一個音樂開始要出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覺得說 他就把門關起來就在那邊指揮那個音樂 指揮、指揮、指揮、指揮 指揮 到最後 他在戲院外面指揮觀眾的尖叫聲 結果裡面的觀眾真的迎合了那個時間點尖叫聲大聲的喊出來這樣 我覺得那是當一個導演最大的成就感是 你連你的呼吸都已經被我控制 甚至有些地方我要你忘記呼吸的時候 你真的就呆在那邊沒有呼吸 或者是停滯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那是對我來講是做一個作品最大的成就感 而不是說為了藝術而藝術 或是為了商業而商業的這個過程 但最滿意還是作品的過程 然後在行銷方面其實最辛苦的 因為總是要去計算、計算跟猜測、跟推銷 就是要一直講一些 有時候必須要講一些比較冠冕彈簧的話 來去掩飾自己的那個 也沒有掩飾的 是講的都是真話 都是很好看的 只是說推銷 那個推銷的過程 有時候會比較虛 人會比較虛 我自己大學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看電影這樣子 然後其實很多人覺得 導演的地位其實很像上帝的地位 因為他創造了一個世界 他創造了一個世界 然後讓裡面的人跟著哭、跟著笑這樣子 然後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賦予他的世界一個很重要的啟蒙跟意義 然後同時很多人的生命 或是很多人的那個劇情 是在他的那個計算 或是他的創作之上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商學院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他這種洞悉人性 或是整個是 你只要預測一個人的生命的歷程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 即使在我們管理學院 也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這樣 那我相信因為我們要講說 跟同學講說新創夢 其實除了創造之外 實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程 那我是很好奇導演 怎麼樣養成 這樣子一個類似 非常洞悉人性的能力 而且能夠創造出一個世界的能力 就是你自己怎樣的養成過程 因為我們知道你是非客般出生 然後當然有很多的那個 歷念是跟這個有關的 那你怎麼樣自我養成 就是這樣子一種能力這樣 應該說沒有 並沒有刻意 並沒有刻意的要去 應該說一部電影的完成 並不是只有導演 還有編劇 特別是創作這一塊 是導演跟編劇 其實都占了一個 蠻重要的比重 這樣只是不太好意思 我們的電影都是 我導演兼編劇這樣子 只是說 我回想我第一次寫劇本的時候 並沒有科班畢業的那種包袱 這樣子的衝突很有張力 所以我就這樣子寫 這樣子寫 而不小心第一次寫寫寫 越寫越長就變成了長編的故事 然後就聽說有優良劇本的徵選 然後第一次寫 然後就去送劇本 然後就中了 自己也嚇一跳 覺得原來劇本這樣子就可以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其實劇本真的這樣就可以 有時候我們賦予它太多太多的 包袱在裡面 它反而變成了太 那個怎麼講 重量太重 重量太重 重到重量你自己覺得很重 可是別人覺得很輕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是覺得說 也許我們的 也許故事的一些細節 或者是對話的一些細節 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的任何一個時刻 只是我們有沒有認真的在過生活 還是說我們在生活裡面都埋在自己的小世界 不跟人接觸 不去站在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不站在另外一個人的角度思考 然後看到一個小動作有沒有想到說 比如說你一個女生穿著長裙下階梯 我跟在他後面我會怎麼想 如果那個不小心踩到裙子他會怎麼樣 我如果跟著太緊不小心踩到他的裙子 他到底是裙子掉下來還是整個人爬在地上 是哪一種狀況 那種東西就是你會去觀察 會去衍生這個東西是人之常情 不是特別的能力 是每個人都有的能力 只是我們現代人好像很容易忽略掉這塊 這塊那個能力反而每天在思考哲學問題 文學、哲學、醫學、科學什麼都在頭腦裡面繞繞繞 繞到現在就是很多科技那個手機什麼 一直在那邊刷刷弄弄 好像忘記了去體驗生活的每一個 每一個那種小細節這樣 有時候你們有時候跟老人家聊天 你會覺得他講的每一句話都很好笑 你不知道為什麼他自己都沒有覺得很好笑 可是你就覺得他講的每句話都很好笑 那就是生命的經驗的累積到某一個程度 比如說我現在有時候我們跟現代的人聊天 怎麼每個人都那麼的無趣 怎麼說話都那麼的無趣 講笑或講的不好笑 可是老人家隨便講一個你跟他說個什麼 他只是回應你而已你就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他有在生活我們有沒有在生活 就是我只是說不同的年代生活的方式慢慢的改變 我們的世界是不是越來越小了 小到忘記去體驗任何一個小東西 任何一個旁邊的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句話 或者是任何一個什麼事這樣 我覺得我還蠻有幸 因為我從小是生長在那個環境 一堆人的環境 不看不感覺都不行 我家開店的隔壁是廟 然後從小又是教會的人 就是每天一門 眼睛一張開就是一堆人 不是一個人 眼睛一張開就是一堆人這樣子 所以可能是這個優勢吧 而且也是一堆人的 太陽 太陽 谢谢大家